我看得特别感动 我觉得 你看我们博大今生的 中华的文化 以年轻人一种视角 美能美奂地展现出来 我觉得这体现浓浓的 一个文化的自信 我非常惊讶 那么年轻的 这么年轻的女孩子那么美 然后正是天真烂漫 逛街看电影的年华 然后你能拿这么多时间来 静下来 就是一定要静下来做 工匠精神 我觉得特别了不起 刚才在短视频 这个片子当中 它出现了除了一拉罐 刚才他介绍的材质之外 好像我还看到 有开心果的果壳 对 瓜子壳 坚果壳也是其中的一个 什么纸片呀 什么土豆啊 这些都是 土豆也能做 这个图是带上 过两天长芽的吗 对呀 怎么防 它是做 把土豆用来做一个模具 然后做一个里面翻模 做一个芋片 你这样 你考不考虑用那个薯条做呀 我们可以提过很多薯条 薯条雕刻 有炸过的 对对对 如果需要的话 崔生生可以无条件的 无偿的 永远的给你支持 其实呢 我们如果单单的这个环节 跟大家介绍何彦宏 只是一位用一拉罐啊 相关的环保材质 做投室的手工者 我觉得兴趣点 并不是那么的足 关键在于 我们的燕红 有它的原创内容 我的原创内容的话 主要也分为几个部分 我现在就是 最最最喜欢的一个部分呢 就是我的《山海经》系列 就是中国古代传统 神话这个部分 灵感呢 都是来源于我们中国的 传统的一些神话故事 就是我可以把这些人物 这些动物 然后把它拟人化 然后把它给抽象出来 做成一个又一个 美丽的一个作品 然后这样子的话 以视觉的效果 呈现给大家 这个挺好的 其实它作品里有一点 我们能看到 就是它作品里 有一个当代性 就是其实我们传统的文化 如何当代化 在当代语境下怎么解读 这是一个特别大的命题 但回到我们这场生活 就是我怎么能让 现代人看着喜欢 以前的东西 它能做到这一点 我觉得就是它里面 最好的一个精髓 刚才说到《山海经》 其实我想给你介绍 就是我的一个 战略合作伙伴 他们现在正在做 《山海经》里面的 一个动物形象 叫小马露鼠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愿意尝试给你 一个商业合作的机会 因为把这个 它原来本来是 一个小动物的形象 因为它可以做到你人 我觉得这样更适合传播 所以我觉得你是有 非常大的商业应用的前景的 所以我就想给你点赞 我来再问问大家 你们想不想知道 燕红 她最开始是做什么职业的 我觉得她是花动漫的 是美妆博主吗 不会是外科医生吧 我们给曹元一点掌声 太对了 不是外科医生 是护士医务人员 这转换确实挺大的 对 很多人他们都觉得 好不可思议 听到我以前的职业 我从小就比较喜欢画画 但是我父母他们都 不赞成我学艺术行业 所以我最终还是去走到了 一个医学生的一个行业里面 但是其实我自己 是非常喜欢艺术的 所以我就辞职了 那个时候就去学到化妆师 学出来以后 我就去在我们当地去做了 婚礼化妆师 跟妆 对 然后那个时候呢 就喜欢做一些 头饰给新娘带 基本上我的新娘里面啊 就每个 第一个出门造型 就是避世中饰 他们都非常的喜欢 然后那个时候 我做出来的东西 他们也觉得独一无二 觉得很特别 然后所以呢 就越做越多 然后到后面 然后我老公就说 你要不然把这个 你的做这个方法 你把它上传到网上去 有很多人 然后过来说 做得真好看 怎么怎么样 愿意学 对 然后我就越来越有信心 刚开始的话 就只能做一些小的 很小的 但是到了后面呢 然后我就越做越大 然后就最大的 可能就 外面装那个 有这么大一个凤凰 是一个头饰 你讲讲你老公在里面 为你做了点什么 我老公 他是做一个幕后 然后兼商务 兼经纪人 兼剪辑 兼拍摄 然后就 还剪了一拉罐 就很多 然后兼助理 兼 你不用兼下去了 这个韩依 我告诉你 他老公的角色 天津人讲话 这就是个万能交 你知道吗 哪里需要 就哪里顶上去 但是也很重要 说明对燕红非常的支持 首先我觉得 对你老公挺致敬的 一个男生愿意站在你背后 做这些事情 真的特别不容易 第二个 我觉得你老公非常有眼光 我觉得男生对女生 最重要两条 第一条 要发现这个女生身上的美 第二件事情是 要善于给这个女生支持 对于每个女生来讲 她的美是千千万万种美 她发现了你身上 最闪光的一面 把你从过去的职业 带到了今天的一个艺术家 我认为你老公 值得我们为她点个赞 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